印度總理新格說知名反貪污活動人士哈薩爾 在新德里監獄進行絕食是破壞印度民主 做法不能令人接受 新格星期三向國會發表演說 哈薩爾的抗議或出於崇高理想 但不能准許他將自己對於反貪立法的看法強加於國會議員身上 印度警方在星期二將哈薩爾和一千多名追隨者預防性拘押 這些人拒絕停止原定計劃在公園進行的示威絕食抗議行動 他們希望藉此說服印度政府通過更嚴格的反貪污法律 在星期二晚警方准許哈薩爾離開但他拒絕 哈薩爾說如果當局不准許絕食行動在無限制情況下進行 他將會繼續在監獄內無限期絕食下去 以為人家玩獲獻 然後在星期二 我們好 我們好